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我是主持楊繼昌阿昌 今天我除了是今集的主持之外 另外有一個身份的就是 區議會選舉2011年的落選人 眾所周知的原因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沒有做節目的原因 其實也是參與了區議會選舉 所以今集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就是為一個親身的參與者 講一下區議會選舉的一些話題 這裡除了一些嘉賓主持之外 同事也是區議會的落選人的助選人員 所以我們是關於親身的經歷 這邊有Victor 有阿楊和小船 大家的感覺如何 阿楊你真是最後一天來到我們的戰場上 你覺得那種兵力懸殊的感覺是令人很轉亡 兵力懸殊肯定的 幾丁人 人家財雄勢大 組織嚴密 我們幾丁人好像烏合之眾 大結果都拉到一千一百幾票 說一說選舉結果 我本人是代表社民連社會民主連線 去郵尖旺區的富榮選區 富榮花園奧運站對出居屋的屋苑參選 對手是現任的民建聯的區議會主席 中港武 如果大家有印象 就是中港武在2008年選舉論壇上 因為罵阿桃更生 反過來招來這個 撩鬼拿命 招來這個 辱文 就是罵惠民建聯最無恥 那位人兄 Victor 你有甚麼初步的觀察呢 你幫我走這幾天 初步的觀察就是 原來是可以打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個競爭打得 多麼便宜 不要說便宜 這個我不同意 你繼續 我不覺得便宜 但是始終資源實力 打懸殊 底下都有 就是拿到三十個三成的選票 證明在一些可能居屋的屋苑裏面 面對高鐵的問題等等 只要那個議題是拿得準的話 其實是都可以有力一戰 這個稍後再說 高鐵的議題 但是講講選舉結果 其實他就拿二千四百票 那我就拿一千一百票多些 那其實就 得票就再比上屆的少些 因為上一屆來講 都是一位獨立民主派 本身是支聯會的成員 對他 那時候 那時候中港武力就拿二千八百票 那位候選人 民主派候選人 就拿千四票 我自己都打著民主派的候選人去參選 現在就剩下千一票 都是半杯水和半杯空的分別 就是說有些人就覺得 在一個今年泛民 好像慘敗的形勢之下 你一個已經赤化了區 都鞏固到泛民的基本盤 已經很好 但另一方面又覺得 就說以前最基本的票數都有千四票 但是你都流失了 中港武的票數也跌了一些 他跟我一樣 我的流失 如果我用上一次的基數來作準的話 我由千四跌到千一 如果我繼承上一屆的泛民票 他自己由二千八跌到二千四 但是他很明顯 我又覺得就是因為他的機器沒有開動 因為他看到我一個弱雞走過來去選 但是你有什麼不同意呢 小船 你說如果真是客氣的話 我覺得不太同意 因為這次參與的人 我覺得都是很用心去做 包括候選人自己 現在變成了 但是當時我都感覺到 大家 因為我覺得不可以跟建制派 他們那種規模去比 因為第一他們的人手很多 第二他們的組織 其實他們已經 可能這麼多年的經驗 其實他們已經有一個運用資源和人手的機制 如果你說新手上場來說 其實大家都是一邊做一邊學 所以其實當然碰釘的情況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是客氣 因為其實這次的選舉來說 是我自己本人來說 雖然代表社民連線出選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 我自己是出要求的 即是說你也是集中一些資源 因為始終是一個小的政治組織 你集中一些資源 在有希望當選的區域裡面 所以基本上除了我自己 其實這次排頭就是擺社會民主連線 但實際上是代表國市同學會選 因為我的經驗就是大家 所以這次應該是 應該是國市同學會第一次派人出來參選 即是助選團 都是不同大專院校的國市同學 是的 這是第一件事 但現在我換了一些自由度 去打這場所謂的選戰 其實也是打游擊的 可以麻煩Apple看看選舉裡面的一些相片 首先再介紹一次我的對手是中廣武 大家可以看到我一開始的時候 Banner也做得比較小 原因就是沒有錢 很可憐的對比 還要被人畫上的樣子 這些就是民建聯的做事方法 就算你擺明看他示弱也好 他也要回答你 這些我還未跟他計算 我們去第二張 原來我自己按 這個就是我的政綱 其實就是剛才Victor說到高鐵的問題 其實有一段小插曲 不過就是因為在這個政綱裡面 我寫了一句其實都很辣的東西 即是說 現任的議員中廣武 借由尖望區議會主席的權力 為政府排除異見 對高鐵工程零諮詢假 監察出賣全區居民的權益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競選方格 就放在你寄進去那張選舉通知書 你做選民 那你就收到一張說 你要投票 你要投票 你要投票誰 結果就放了我的樣子 和旁邊有一格政綱 就是告訴選民 你的候選人是政綱主張些甚麼 這一句說話 然後選舉事務署打來 我說你誹謗人 我心想你哪裏誹謗人 你哪一句呢 然後我就查選舉條例 還有關於誹謗的相關的一些案例 首先就是說 我回覆一封信給選舉事務署 你那你真的直接告我誹謗 我一定司法覆核你的 第一 你他是現任 還有現任的區議會主席 那我跟他選 我做選民的 我當然想知道 除了你有甚麼厲害 做得好之外 一個候選人 還有一個現任的連任者 當然原本有些甚麼做得不好 還有我找到一些 關於誹謗的案例 其實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鄭經漢和謝偉俊有個案例 其實當 當時的終審法院的判詞是這麼說的 當你是對一些有公職在身的人 或者政府的要員 對他有些評論 如果那些評論後來證實 是誇大了 誇張了 都好 只要你證明得到 你那個評論者本身 是真心相信自己的評論的話 這樣就不構成誹謗 當時的終審法院 就是所謂的fair comment 那個定義 中文就譯做誠實評論 我便用這個項目去講 我真心相信 他是為政府排除意見 這個凌智商和假監察的工程 你入我 我一定司法覆核你 回來的那個回應 其實那個回應很可笑 因為我是選舉事務處 我負責印製這些選舉的刊物 所以我們確保他沒有參與 有任何可能誹謗的成分 簡單來說就是我不想抓 所以他就說我會幫你改了他 他就把照片 借油尖旺區議會主席的權力這一句 他就散了四個字 散了開頭的借字 和最後的權力這幾個字 我就問過律師朋友 其實你如果中港沒有想告你誹謗的話 你沒有這幾個字 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指涉是非常清楚的 你都是說他是油尖旺區議會主席 這個身份 所以他仍然可以告你 這段文字都是告你的 但如果他告你的時候 因為剛才說過 選舉事務處印製出來 是給選民通知他投票的信涵 所以他也要告政府 也要告選舉事務處 其實除了說 除了說高鐵的問題之外 其實我也有 擺明了 其實也有一個政治性的考慮 就是追擊他 所以一開波 我的選舉文宣 其實他的樣子多於我的樣子 你見到這張照片也是 我又問過朋友 這張照片可否告他誹謗呢 這張照片我就是貼在 海庫 庫營花園的選區裏面的 競選海報 你見到我就是 按住他的頭拍照 我的議題就是 這是街景來的 我現在不能在街上拍照 是嗎 還有原來香港沒有肖像拳 理論上 是的 內地有 內地有 所以基本上又是 很明顯就是 其中一個追擊的行動 希望找到泛民主派 DB票員回來 這個考慮 所以另外 其實除了這個 就是 剛才說過 他的樣子多於我的樣子 例如這張照片 這張是競選 傳單來的 這張傳單 是完全沒有我的樣子 其實很多時候 我在做了選舉工程中 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人們搞不清楚 以為你是民建聯派傳單 我這張傳單還有兩個他的樣子 為何要放兩個他的樣子 因為你被我發現了一件事 通常就是 資料搜索的過程中 都要找回他上課 正關我的甚麼 等他有沒有 當選了之後 有沒有兌現得到 但接著發現 原來 咦 一樣 還有些是倒退了 本身說落實 後來變了爭取 四年後 竟然倒回來變了爭取 其實真是吹出來的 即是你這麽小的區 跟著他跟你說 爭取有圖書館 有有郵局 這樣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其實你知道 我們選區只有兩條街 那怎樣又多塞圖書館 或者多塞油公 這些真是吹完抹嘴 還有你說一些地區性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份打 例如說交通的問題 這裏真正在做地區工作 即是說交通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抄了巴士和小巴的班次時間 即是我每天早上見到 這裏大家見到後面的旗 就是中國武辦事處 其實是對開的位置 這裏就是富榮花園 每天早上都很多人在這裏 排隊 排一條龍很長 所以我想其實 巴士班次是否由他承諾所說呢 即是十分鐘一班 或者是這麼頻密 即場我便動個牌子 那些巴士小巴來到的時間 就錄下它 這一招其實都不是我原創的 就是抄土地正義聯盟 話說有一晚我入錦田 錦田的時候 我就見到錦田選八鄉的其中一位 就是阿竹姐 阿馮宇竹就是在做這件事 即是接駁的巴士線 其實跟他所說的 承諾班次的頻密程度 即是有個差別在這裏 我又是抄竅 又抄了這條竅 其實就想證明給選民看 所謂的地區工作 不是說民建聯一定很強 其實他做的事情 背後都未必是 可能落實到他所說的一些問題 但是最主要其實都是 剛才Victor所說的主軸 都希望說回高鐵的問題 所以我們選舉的文宣 都是有很多有關高鐵的說法 例如臨選之前 最後一個星期 應該是10月31日 在深圳 香港這段新聞沒有什麼出道 只是在《有線新聞》有報導過 就是在說深圳在高鐵的路段 又轉滑又倒了 又有這麼大的坑 坑就說深十米 所以當然要拿這些照片 來恐嚇一下高鐵完善的居民 對吧 這條標題也是別人幫我作的 其實我覺得太誇張了 但算也沒什麼所謂 作是深圳明日富翁 但是其實因為整個 我打的議題戰其實都在說 因為高鐵在富翁花園 兩條馬路中間穿過 兩邊都是樓 其實兩邊的距離 整條街的距離只有26米 但是隧道的深 鑽滑的深度 其實那條隧道是在地下的35米 其實莊柱就落到60多米 那條隧道這麼大 這麼闊 史無前來這麼大 因為是一條高速鐵路的隧道 其實那條隧道 兩條隧道 我佔的距離 是有接近22、23米 同一個高鐵的莊柱 對不起 同一個富翁花園 那棟樓的莊柱的距離 是很近的 只有兩、三米 所以 或者可以相信港鐵的施工質素 百分百是安全的 但怎樣做到百分百安全 我們中間是不知道的 所以其實 一直在區內宣傳 其實高鐵很危險 民建聯火力一動 但我發現這個打不進去居民的關注 反而居民關注什麼呢 居民關注地面上的東西 在這裡看到這些高鐵地盤 就在下面 開始在轉 上面 這條橋 其實就是一條 行人天橋 就是富翁花園 它自己業權擁有的行人天橋 這條天橋 但是你看到殘殘舊的 油都摸落了 很多人就說 這條天橋 為何可以這麼噁心 樓價又會低幾成 如果你來買樓 看到外面的橋這麼噁心 原來是這樣的整件事 香港人 樓價的問題 我想是一個 我們經常說 地區工作 其實我想是一個 教育選民的過程 最初我們打幾個重點 剛才高鐵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最初人是關心地面的東西多些 但是到了後來 其實自己幫忙下去 派傳單的時候 也有些選民走過 其實看一看 其實高鐵那裡是甚麼事 他們原來後來 發現他們不關注 或者他們關注地面上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他們不明白 甚至有些人說 我根本不知道 剛才的照片看到 有很多水馬放在那裡 圍起了 他們根本很多是 連高鐵在這裡經過 都分不到 或者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 可能有些工程 長期都有工程 香港現在都整路 然後他們問一下 問一下 原來是高鐵 我以為是地鐵還是甚麼 然後他們看了傳單 然後我們的助選人員 開始解釋一下 其實下面有一條高鐵 他們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可能 將來我們所說的 可能我們叫做新的地區工作 其實可能是要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投一票 或者所謂的地區工作 其實不單止是那些 或者蛇齋餅種 或者跳舞班 或者甚麼 其實所謂的地區工作 是你的決策 政府的決策 去到你的社區 是直接影響你的生活和安全 我覺得這次 其實這個選戰 給我自己的啟發 是這裡 我也發覺 其實我們經常厲害 當年的社民連 或者我們自己的宣傳 文宣上是層意過高 所謂這個 富榮花園也叫做 居屋或者蘇國中產區 但其實很多很猛的人 是甚麼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們要發覺 其實整個選舉語言 是重新再所謂的 雷聞一點 Vector 比較貼近民眾 對 比較簡單一點 用一些很基本的說法 去做這件事 不要經常說 甚麼政治倫理 或者制約符卿 講些那麼深的事 反而你說一些最基本的事 有些重新教育 例如我們說 打政治議題 我最初都不明白 你區議會 為甚麼跟政治沒有關係 但是你在替武機制也好 普選問題也好 林瑞倫都召了所有 十八區區議會 然後說 區議會很支持我們政府的方案 其實區議會就是 在做很多的 塑造民意政治工作 正在學這件事 但是現在 就是 永遠就是一些文章 評論 或者傳媒的報道 總是傾向 其實塑造一個 其實是一個假的 一個非政治化的 就是屬於一個形象 就是 區議員的工作就是非政治化 就是做一些 地區福利的一些事 其實很多地區的事 基本上都是關乎到 區議員很多重的身份 所以到最後我都學了 不外 都要做一些民粹的宣傳 所以 聽到這條橋的問題 然後我就去做一張 今天的海報 就是說 這是橫牙來的 這是橫牙來的 就是說 究竟 其實一早就知道 你民建聯已經攬了整個 就是業主立運法團 所以就 瞄著民建聯 就是你攬著立運法團 你都不做事 其實你所謂的地區工作 是不是 就真的 如你所說 是做得這麼好呢 所以就開始 也是開始推銷 一些民粹的東西 其實我有點好奇 我想知道 你說完 就是你那個 選舉策略怎麼做 其實 其實以你的觀察 其實對方 雲建聯 去做這個 這個計劃的時候 他主打什麼呢 其實 其實 對手來說 我覺得他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開動過 整個選舉機器去做 因為 始終 無論我和他 都會猜到 結果是 是這樣 純粹是 大家得票的數目 是 那個相差有多大 沒有可能一落區 會得超過2500票 在區 要贏的話 一定要得到 至少超過2200票 至2300票 才能做得到 但是 我怎麼剪刀也好 都不可以剪刀到 他落到這個程度 何況我自己 正式來說 落區都是一個多兩個月 所以 其實他主要目的 都是派一些 民建聯的文宣 就是說 我們施政報告 爭取了 什麼福建居屋 然後 在未來的預算案 在中產會爭取減稅 等等 但是到後期 最後一個星期 他開始要回應我的傳單 我心想 其實他都未必真的 當我是對手 只不過沒有東西派 所以 其實派傳單是一樣 純粹是告訴你 你在區裏面現身 有做事的地方 其實傳單的訊息 反而 對於他們 自己民建聯的選民 作用不大 他們永遠都是地區工作 他們就是自己的司拉團 他們會是自己的司拉團 或者其他地區的組織 例如很多 所謂在區裏面 除了海宏社區服務處 有一個 然後是油尖旺婦女會 又支持中港武 油尖旺青年會 支持中港武 其實那些 其實都是九龍社團聯會 的分會 當然背後 也是民建聯工聯會 所以 到最後 他才說 有一些傳單 是說回應的問題 例如 回應這條天鉗的問題 或者 回應高鐵監察的問題 我說他高鐵不監察 他說 監察我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 這條馬路 我已經加 因為有些地盤的關係 我這條馬路 就加裝了 加快轉燈的那個仔 是啊 是啊 兩秒 類似 他說這些事情 他就說 有監察高鐵 這樣 所以 這些 在文宣上 其實他們都很表面 做一些應付的方法 給一些 所謂的中間選民 知道 他是有區 有活動 有做事 但他基本上 做完組織票 他不需要 做些甚麼 因為我沒有這樣 組織票的能力 最後幾天 我真的要下區 全日都守候 唯有接觸選民的方法 就派全單 即是 我特意不去做一些 組織的工作 其實我自己也是 一來懶 二來其實都是想試試 究竟我完全沒有一個 所謂組織動員之下 純粹靠一些 意識形態上面 或者地區議題上面的宣傳 是 我可以拿到多少票 因為當時途軍行教我去選 就說 第一件事你下區 你拿不到五百個電話 你不要去選 是嗎 這就是地區人 我下區 但我這次下區 我一個電話都沒有拿過 純粹一些人 就是靠印象 即是靠政治論述 即是靠地區議題 究竟打到多少票回來 這是我真心想試的 一個方法 所以 如果真的要去選 你想贏的話 當然我用這種方法不行 所以 去到最後 我自己 怎樣告訴別人 我可以二十四小時 在這裏 唯有就要做一個行動 就是去門口 是 這裏見到後面 就是中港部萬事處門口 這個責刑 其實報紙也有報道過 其實為何會想到 責刑 其實跟地理位置有關 因為其實中港部萬事處門口 就是一塊 爛起了工地 原本 這裏見到是我第一晚 扎刑的時候 那個畫面就是 它地鐵的承建商 爛起了這個路段 但它沒有東西轉 其實我因為要打高鐵議題 第一件事 其實都是要找一個機會 向地鐵 高鐵 或者港鐵 去抗議 所以這裏一早就想到 但是 冷靜想不到 怎樣去抗議 一些具體的方法 又被人說 社民連擊 又睡街 又成這樣 所以想到最好的方法 就是 剛巧又見到這塊空地 我便爬進去紮營 就是說 港鐵 霸佔地盤 不做事 其實就是 民生上 就想打一個議題戰 就像Victor所說的 有些最簡單的方法 現在我不理你 你地底搞什麼 總之你地面 你爬了一條路 你又不轉地 那你想怎樣 對吧 就像抹旗入關圈地 正王旗 正王旗 我真是王旗 哈哈 上三旗之一 是 圈了一塊地 你放水馬 就說你的地方 所以我就 鑽進去 就紮營在這裡 其實是打算抗議 但當然 那附帶效果 就是那裡 剛巧又是中港部門口 這些水 就一定要走 因為我預期了 我鑽進地盤 還是一個私人地方 那一個私人地方 基本上 他就報警拉我走 就可以了 誰知我鑽進去之後 第二天早上 我們看相片 第二天早上 他把兩邊的水馬扭開了 原因就是 我問了一些 比較基層的地盤工友 那些港鐵很欺人 那晚港鐵的人 在這裡罵 就說 我是來參選 我是候選人 你夠膽 你覺得我入侵你的地盤 你就報警拉我 對吧 但你報警拉我之前 你不可以拿走我的東西 這些是法律規定 我自己是私人財產 然後他聲稱代表黨 他有一張證 給我看港鐵人員 就說 我是代表港鐵 我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我不需要知道什麼是法律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跟你說 正確 正確 我沒有加減性脆 你可以投訴 我沒有錄下了 沒有證據 但最後結果 他打開兩閘 如果他提出地盤工地範圍 地盤工地範圍 地盤工商 保險 如果我在裡面 例如腳趾甲崩了 他就要賠錢 所以 他唯有說 拉開兩閘 這裏是行人路 那不關我的事 所以就麻煩了 我原本是想著 我潛入去了一晚 那你務警來 你拉我走 上一天報紙就算了 對吧 那現在 真的要罰我 所以 那時候 我也猜不到 真的要睡足七天 結果 也在區內 睡了七天 所以你看到我沒有工作 在香港沒有門口 唯有刨完傳單屏寫大字 你看到就是 我搭了一個營 在那裏 其實 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為到了晚上 因為那裏 有些人在這裏 跑步 不知道為何 那些人明天不用上班 我去跑步 問兩三點出來跑步 哈哈 那 那 拍完步 我又坐在這裏 在外面 其實 又跟他們 有一些第一身的接觸 聊聊天 那樣 都說了很多 不同的問題 其實就是 那個心態 真的說服一個都一個 例如有一次試過有一個人 他來得不出聲 他經常問我拿傳單 拿了傳單給你看 然後 他拿完傳單 看完一大量之後 然後走過來問我 問我幾條問題 就問你 高鐵你怎麽看 民建聯你怎麽看 普選你怎麽看 訂賞你怎麽看 問了幾條問題 我又不斷回答他 然後 我戴完幾條問題 他給了一個留言 其實我在這裏住 我在後面 可能是匯豐 他說 做iBanker 做一些 都是投資銀行之類的 金融的東西 高增值行業 對不對 我一向都很不妥 你們 寫文年 人物力量 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你們都是垃圾 原來是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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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是誤會的 我自己在一間公司見過 有些高層上去立法會 解釋一些事情 正在開會 有些人說 你小心點 會有人衝擊你 我心想 一般速受衝擊的都是高官 那類 你是甚麼身份去被他們衝擊 他們怎會把你放在眼裡去衝擊你 你只不過是一間中小企業的負責人 我感覺那個誤會其實是很深的 很多時候純粹是電視機一個鏡頭 然後就落了他們的腦子 但他們是不會經銷化的 電視塞給你甚麼東西 這是我自己的體會 另外就是 剛才阿昌說了很多就是很表面的東西 是吧 其實不是你的區是這樣 我想全香港大部分的區域 有些選民都是這樣 總之就是跟我自己貼身有關的 而區議會大部分人都覺得 跟我自己貼身有關的 我為甚麼要去投票呢 所以那個投票率呢 區議會長期都是偏低的 三四成 九九年是三成五到 然後03年是四成四到 今次 然後07年是三成八 今次又四成多些 四成一多些 其實都是投票率很低 因為每個人都說今屆的投票率很高 我覺得是荒謬的 是因為以前的投票率過低 今次只不過略高一點 就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其實這樣反映 一般的選民 他們都是公民意識很低 如果你剩下四成一 剩下五成九 差不多六成的人出來投票 有八成九成的投票率的時候 台灣每次都七成 是 你完全不同了 因為你的公民意識 包括你自己的公民權利 和對社會的公民責任 都是沒有一個意識在維護 去履行的時候 這個社會 它除了盈利庭後 它在價格那裡 即是價格 就是價值 不是價值 不是價值 香港的物質豐富 但是優質公民社會 和它的物質條件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距離 物質很高 公民水平還是很低 雖然我都是香港人 但是一定要承認 我們有一個很嚴重的不足響水 我想我自己去選舉的期間 其實都四圍走 去看看其他區不同的候選人 參選文宣 海報 橫額 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大家傳遞的信息 都是很簡單 但是簡單到一個地步 其實跟我說的東西沒有什麼分別 譬如我那區有某個候選人 新氣象、新動力 跟我說的東西一樣 即是年輕人有肝經 外務實 是的 之類 太太我愛你 我見會 這個已經是比較 至少它的範圍先收窄 至少它的範圍先收窄 我覺得它很聰明 即是施拉票 是的 至少它已經是比較有針對性 即是剛才我說的那些 即是什麼新氣象、新動力 有干境、年輕、有為 那些 中廣告的口號就是 做實事不搞事 是的 都可能已經是比較有針對性 還要是誇張到 一個區裏面有四個候選人 三個候選人 是所有候選人的宣傳 其實都是這類的東西 可能到最後的選民 看到三個都是這樣的時候 都是新氣象、新動力的時候 我真的可能很直接 看誰比較好看 是的 所以 選英俊 是的 所以就選英俊 結果就是 中廣告沒有英俊比我還要 哈哈 哈哈 但Vicca 你作為研究 政黨政治的年輕學者 我不算是 學者正在讀書 即將成為一個 讀員 你的觀察呢 即是你親身參與之後 親身參與 你覺得是 我自己覺得就是 政治的事情 真是很現實 即是 即是怎樣說 你想贏議席 在現在香港這個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降低 你那個 要求 即是你對選民的要求 你真的可能要降低 或者 即是你看回《明報》 昨天或者 羅健熙的寫文章 他都說 即是對於 師奶的攻勢 一定很重要 在區裏面 在區裏面 因為 即是師奶留在區裏面 他 那個 網絡很厲害 你跟一個人 師奶說話 他就會跟另一些師奶說話 這樣 變成 他在投票的時候 他們對於選票的影響 就會很大 變成你一定要跟這些 師奶打合的關係 我反而 其實那些文章我都有看 即是你所謂的師奶 我反而不太同意 我是師奶的女兒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說 我們每一次都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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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討好 或者純粹是 取悅那些 我們叫做 可能不是那麼願意 去深入了解 那些議題的選民的話 那你那個公民社會 永遠都不會向前 我反而自己的觀察 因為我媽媽就是那些 所謂的師奶 她在整個區選的 即是前後的一兩個月 是不停地收到電話 即是她那些朋友 說 你一定要投誰 你一定要投誰 然後我媽媽問 為什麼 總之我們一群都投 你就投吧 然後我媽媽收了線 之後她就說 聽他們說那麼多做什麼 我都是聽我女兒說的 我女兒說 誰就投誰 所以我反而 反而覺得 我們所謂的師奶的動員力 是很強的 但是 反而我覺得 我們不能放棄的是 那些比較開明的 受教程度比較高的 那些年輕的選民 因為可能他們的媽媽 就是那些師奶 但是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令到那些年輕的選民 去告訴她家人 其實 除了一班師奶動員 叫你投那位候選人之外 其實你還有其他選擇 其實我覺得 反而我覺得 社區裡面的選民的教育 是更加重要的 我們每次都說 我們要遷就她 我們要討好取悅她 永遠都不會進步 所以我覺得 其實如果往後的地區工作 反而是 可能從這個方向 去做多些事情 地區工作這方面 當然要繼續做 地區教育 公民教育 這些當然是 從政的人都不可以放棄 但是 亦都要知道 和漫長的 公民教育 從政的人都不可以放棄 亦都要知道 這個過程是相當艱鉅 和漫長的 是 因為 剛才剛才說的 不單是師奶 我們沒有定格的 師奶 好像特別低 其實很多我看到那些 即使是中產階級 專業人士 有很高的學歷 找幾萬人一個月等等 他們那種保守性 都是很厲害 甚至比師奶更加厲害 他們是不願意 社會有任何的變動 因為他們覺得 自己 記得利益 是在這個社會 拿到一些利益 師奶未必會這麼想 自己什麼 記得你 但那些人是會的 只要我覺得 你是衝擊這個建制 就是你搞事 樓價 可能會因為你 你一斤衝擊一下 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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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這些比較高收入或教育水平高的地區 有些是令你意想不到地有選舉結果 我覺得在私人之中水能載舟、易能複雜 他可以灌輸私人說 社民連暴力釘招 不行 同樣可以灌輸民建聯 民建聯日回大陸進行水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我的傳單都是這樣 寫了很多字,專門逼人看 亦有些反應回來,人們真的會看 我覺得這班人不可以放棄 亦有些晚上跑步的街坊跟我說 問我,你的選舉策略是怎樣 我說,老人家那麼多,你不去哄嗎 我說,我哄也哄不行,唯有專門找年輕人 街坊說一句,但老人家十年都未死光 所以我覺得 調低的意思不是迎合他們的需要 是用那個表演 再調校他們的程度 收一些他會中的東西 你說高鐵,如果說地底那麼複雜 說他不明白 但如果說,喂,污染,空氣差 他可能就會中了 所以我想,這些是我們說的 不是說整個原則的轉變 現在記得公民黨那些 全是大亂陣腳 這段說完之後 說說,怎樣都要維持司法獨立 但那一段又說,我用大批用來香港 對,我們都沒有支持過 你看到這些,其實就是 開始有些,因為輸得猛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也不是太差 他簡直是這麼多個參選團體之中 那個時候檢討表現最差劣的一個 絕對是不夠格 是的,那再在泛民 究竟會有什麼狗急跳牆的運動呢 我們會再想一下 我們作為局內人 其實有很多內幕可以爆發 但時間所限 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的話 我們下一集國師同學會再談過 多謝大家 我們請假 дня 我們經常要... 我們 Jewell 我 сот下 嚇我 哎 喂